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的用听的科技新知哦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什么好消息啊 小白群满两个月了 哦小白群满两个月了 对 这么快 身为一个就是创群者 真的是一个小孩长大的感觉 呃像一个小baby出生的感觉 有错 哎呀那你有想跟大家说什么吗 想跟大家说什么吗 对 呃 现在还没过你嘛对 对刚才你就脱口出心灵还没倒数 OK 但我们其实已经就是呃开播 就是呃这个开群已经呃有两个月了 所以呃 不知道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生活的一切还惬意吗 真的希望我们有带给你们温暖 我要带你们温暖 除了温暖以外呢 希望带给你们知识 然后以及跟我们一起学习跟成长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 啊对对对 我忘记了忘记了 我们今天有一个听众生日 然后呢我要我要在这个 今天有一个听众生日啊 对 所以我要在这个频道上跟他祝他生日快乐 那就祝我们今日寿星 Belle Belle 对 哇 OK Welcome to Belle Happy Birthday 对 Happy Birthday to Belle OK 希望你有收听这一集 然后也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真的 Belle 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时间点的一个 这我感觉很吉祥 你有没有 很吉祥 然后会有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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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等一下就会就是出来 OK 所以兵道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 你也欢迎在这集底下留言 然后给我们声个hello 没错 五星评价 开玩笑了 所以 siis 然后如果之后听众有任何人有生日啊 或者是想要我们祝福的地方 或者想我们就是心灵开导的部分 我们都会非常的怎么讲 非常的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互动 没问题 对 但不过今天这一集啊 是不是有点特别啊 今天吗 今天这一集 我们好像就聊到边缘人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实在就是帮大家过一个 边缘人不孤单 对 大家不要孤单 然后上来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一起互动 对 这样你就不孤单了 不孤不孤 不孤不孤 OKOK 那听说边缘人都是住在云上面的 真的吗 对啊 云上有世界 就很像那种 就很像你现在看到它 然后下一秒它又不见了 它掉下来了吗 从云上坠落 它下雨了 OK 对 边缘人新境界啊 其实在云端上面 有很多可以应用的地方 真的蛮多的哦 像现在科技大厂有哪些啊 我这边有看到Google啊 还有IBM啊 还有Yahoo啊 还有哪一家我想想看 Yahoo Google啊 IBM啊 然后Amazon 我竟然 Microsoft 哦对啦对啦 那个对啦 好对 我竟然都没有讲到那种大佬型的 不好意思啊 提供云端服务大佬 代表你还年轻 他们已经有点久远 有点年代了 没错 不过他们现在还是好大 还是好大是不是 对 OK 至少我相信应该还是占有一席的地位啊 没错 应该说他有超大席的地位啦 什么地位 就是 像如果是我们论提供云端服务最大最大的厂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是Amazon Amazon Amazon 对 然后他这边就会有什么Amazon Web Service 像很多企业都在用嘛 他简写的是什么AWS 哦对没有错 那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Micro 哎不是 对是是微软 Microsoft的那个Azure 哦Azure 对 OK 这听起来怎么跟我听的不太一样 哈哈 啊不然要怎么听啊 呃 我自己自己呃业界的朋友 大部分都会讲说是Microsoft Azure Azure 对Azure 因为他的发音其实蛮难念的啦 对 那但是其实anyway 反正你可以想他就是另外一朵云 没错 有三朵云 然后有些很大 有些还好 对有些可以用 有些 哈哈哈 什么意思 我没有要继续接下去的意思 对不要继续接下去 但反正anyway 呃很多的云啊 他为什么之所以可以上云呢 就是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个 他自己有建了一个资料中心 他也有伺服器 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连线 这点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云的关系也可以让我们这样 手机呢可以上网 然后也可以去查询一些资料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小白 你自己啊 你现在对云这件事情 你已经可以 已经有在 就平常都会接触到 但你可以想象他在哪里吗 在哪里哦 其实我知道说Google 他们有那种大型资料中心 他们在处理云的嘛 然后台湾就有几座 台湾有几座 今年好像要建第三座资料中心啦 第三座了啊 对第三座了 第三座了第三座了 在云林 哦云林是不是 对 这很多云 林立的那个地方 哎 现在是双关 所以才会在那边哦 对他有可能想要期待 我们可以期待 未来Google在台湾建立很多云很多云 对现在只有三朵 哦现在只有三朵 但是会百花朵朵开 OK 百云朵朵放 等等之类的 我相信台湾 其实为什么Google会选择台湾呢 其实当然 因为台湾就是地灵人节嘛 对不对 没错 那不是就是 只是就是说 就是 这个美丽的宝岛以外 那其实呢 我们在台湾的 不管是地啊 还是水啊还是电啊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一个 对于企业用户来说 是一个蛮值得去投资的一个地方 没错 而且我们的政治啊 或者是经济也相对的稳定 没错 相对稳定 也算那个 我们的地理位置上也是一个中枢 没错 虽然说 这个这个 美国大选之后呢 不确定状况会怎么样 但是Google他已经下了这个决定 那就代表是意味着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跟机会 没错 大家如果要就业了 也可以关注到另外一个消息 微软他们在今年10月宣布说 他们要设立首座的那个 让我们念一下 很难念那个 Azure Azure 的资料中心 真的吗 Azure也要在这边设一个资料中心 没错 也是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 对 然后如果有在follow小白社群的人 应该都知道说 我前一阵子有分享这个资讯 然后 然后请大家说 如果想要进那个微软的人 必须必须要好好注意一下这个消息 因为他 最近有个Hexon吗 Hexon 哦对 最近有Hexon 他是跟那个 IBM IBM 他们两场真的是很厉害 他们合作是不是大手 叫什么 大手笔 大手笔 然后AAA集 没有啦 AAA集是不是 OK 还没到SS集 但是已经AAA集了 所以 大家 各位小伙伴们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 然后底下 我们也附上连结 大家如果有兴趣 趕快组队揪起来好不好 真的 大家就是 如果有兴趣 跟小白学长同一队的 吻音的 我好像已经先报名裁判组 不好意思 这么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对不对 球员兼裁判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team里面还有小白 OK 会跟大家一起组队 没错 大家只要愿意开口 都直接出马 OK 没有问题的 底下先报名单填起来 大家不要嫌我废就好了 哈哈哈 你刚才去那边就只是吃饭喝水 没错 吃便当的 对对对 小白一号 YO 可以便当 我们说到那个 微软跟IBM的合作 就会看到说 IBM其实他也是 对台湾这个怎么讲 不能说寄予 不过他也是在想说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发展 然后人才啊等等等等 但是一样是在跟 跟微软差不多的时间 他宣布说 全面启动他的蓝星 蓝星云图计划 这是什么鬼啊 诶诶 他们会很伤心诶 他们那个其实我觉得 他取的蛮有意义的 真的吗 对 什么样的意义吧 就是 星云就仿佛一种宇宙的感觉啊 对吧 OK 然后云就是象征它的云端啊 然后他 其实这个 这个计划的主推就是 他要导入AI 然后在不管是企业层面啊 或者是各种政府的机构上面 他就会去推动说 人工智慧跟混合云部分 那混合云我们等一下 会再说明什么意思 有没有觉得意义深刻 刚解释了一番 我还是觉得什么鬼 诶难以哦 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 真的是 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关注的 可以关注 毕竟他们也是个大厂 是大厂啊 不过有时候这个名字 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 给年轻族群recap你知道吗 听说太老了吗 蓝星云图这样 比如说他可能是蓝云蓝图 或者是星云星图 你看有很多想象空间啊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刚刚那几个 可能你就会觉得 哇 so amazing 我好想要去踏上 这一段新的旅程的感觉 诶可是他是多个amazing的 combination 哦 combination 就变成这样了 可能那个有点遥远了 你知道吗 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 看不到他的车尾的呢 不过我也是蛮敬佩 就是这两位大厂 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计划 也投入了不少预算 跟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去参与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 一定要投起来 真的 那工作机会啊 哦 对了这个 这个计划里面 如果你去参加 他好像也有提供一些 新的工作机会 如果你 对新的工作 只要你有能力 基本上 没有烦恼 ok那小白是不是 准备一下 准备投起来了 小白要充实能力 要充实能力 对 先不急着 先不要急 先充实能力再说 对 那各位听众 如果觉得自己 就是自己 还需要更加有的人 也可以 欢迎跟我这边组队一下 我们可以 这样 虽然不是负负得正 不过就是 三个臭 三个臭皮匠 成为诸葛亮 ok 所以想成为诸葛亮吗 那欢迎找到三位小白一起参与 你是说我的臭皮匠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 找到要一起团队打仗 没错没错 teamwork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云端 云端服务其实 真的很广 然后讲起来也 也就是像云一样摸不着头绪 那可不可以 千变万化 对千变万化 深不可测 没错 那我这边要跟大家 测也不行 那我这边要跟大家 快来讲一下说 云端其实可以有哪些服务 或是你没有想到的服务 好 我期待 我这边提 然后我这边补充 如果你ok的话 ok 好 那我们来看到 因为我们扯到云端 就会想到数据 那数据在云端上面 都需要说去运算啊 或是储存啊 那也需要相对的 相对硬的折腰库 对吧 好 那延伸继续下去 就会 就会扩展到一个 整个系统的管理 所以像是那些 亚马逊啊 google 他们就会提供说 他们自己的 专属的系统 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AWS啊 然后 google的 google 它自己也有 那个cloud platform 大家应该都有用 像局面有些东东吗 是的 这些东东都有用过的 对 大家应该都是有 有接触过他们 他们推出一些产品 没有错 对他针对这些所有的 包括应用程式啊 这些整合他们会管理一些系统等等的 那 其实区块链啊 或者是机器学习跟IoT 它在上面也是可以应用的 其实蛮有趣的 我今天稍早在 那个IBM的平台 还要 我以为你稍早在IBM办公室 想做什么 我好害哦 如果可以去他们办公室的话 IBM办公室 然后开启你的蓝星云图计划 哇 那不知道已经立马充了多少集了 没错 然后直接在那边开直播 下次有趣的话 请记得 就是拉拔一下小白绝章 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现场录音 大家想要听live的话 也欢迎 我们就在那边办 我们就直接在那个 IBM跟微软主 那个举办的那个会场 直接开直播就好了 我们不要参加 我们就开直播 你说我们直接就是组一队在那边开直播 然后我们不参加他的计划 对我们没有计划 我们就是在那边开直播跟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的第一组 他们做出来的这个这个星云蓝图计划是什么 第二组是什么 第二组他们在做什么 点餐系统 OK 我们准备踏上新的食途旅程 我们我们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 这是机式转播 哦 了解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 对啊 我们搞不好未来可以参战一下 那 调白区长知道什么是 SAAS吗 嗯 没错 那是什么东东啊 就是跟流感一样可怕的 SaaS SaaS系统 这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 OK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云端 那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程式软体都放到云端上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透过网路轻易的连线 也可以透过网路来连线 什么一些程式的应用 应用程式 那 这些东西呢 它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说我可以在网路上面买一些商品 那当然服务也是买得到啦 比如说像我可以用FuHanda 或是UberEat OK 来把店 他们的一些餐点 对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软体服务 OK 所以它是以Software as a Service 叫SaaS 所以SaaS就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没有错 小白你是对的 其实蛮直白的耶 哦真的吗 就是它提供这个SaaS 它提供这个服务就是Software 对Software 对 那另外一个就 另外就延伸出来什么PaaS跟IaaS 对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是PaaS and SaaS的部分 因为其实 真的不常见 对小白你平常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Planform 我连那个SaaS都不怕了 哦OK OK 其实Planform的话呢 你可以想像像Google 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使用到他们自己的平台 比如说你可以说像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的话呢 有IOS 有IOS Android 这些都是作业系统 那当今天这个作业系统 它是可以商业化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什么Planform as a Service PaaS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说在三个等级里面 它其实介于中间 中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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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加上像IaaS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OK 这个Infrastructure 它的这个基底结构啊 其实就是一些基础建设 你可以想像是机房啊 资料库啊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云 它本身也是可以提供一个服务的 那有很多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听到的AI 或者机器学习 或者是大数据 OK 不要小看大数据 如果你在处理大量巨量资料的时候啊 其实小白你可以想像他 今天巨量资料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用你的电脑来做处理的话 你觉得电脑会发生什么事情 爆炸起飞了 起飞了 我们又可以去看飞机了 对 就是你知道 如果你用你的电脑来做这样的设备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硬体是没有办法支援这件事情的 当然你可以做小量的 大量的时候你的电脑就会开始这样 烧毁 断开连接 你知道吗 就是你再也不能再使用它 所以你要怎么去用这个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呢 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有听过 大家帮我们听过一个服务叫做Bitquery OK Google它自己本身也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Bitquery系统 它就是可以让你这样 透过Bitquery去使用它的一些 query的一些大 这个大数据的资料 但是不是代表说Bitquery本身就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而是代表说Bitquery后面的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跟它的底层应用 是这个可以去做一个租借的服务 所以你可以在GCP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 它透过可能提供你多少CPU 提供你多少的RAM 提供多少的这个Data Storage 让你去做足用 OK 那如果我们以Infrastructure 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战场的话 其实你在上级战场 在软体Software as a Service 其实很多软体服务商就有很多机会了 比如说像是小白有没有使用过Google Photos 没有 没有 OK那我问你有个问题 那平常的照片以前 我们的照片都会存在哪里 你说Google Photos 是可以同步上传的 对就是相本 共用相本 有有有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 以前如果没有那个 以前没有那个的话 以前如果没有相本这件事情 共用相本或云端相本这件事情 其实我可能是没有办法这样 我可能比如说手机坏了 我就再看那些照片了 对 或者说我没有上传 我可能没办法分享给我朋友 因为有时候现在大家都一起出去玩 那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可能你拍你的 他拍他的我拍我的拍一拍 大家怎样 会收集吗 或者说看一下大家拍的怎么样啊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以前 如果是没有这样的云端的机制的时候 你要怎样你要一个一个去问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今天当我们今天有云端相本的时候 我们就讲大家一起传到同个地方 对对对对 那其实就就你也不需要去花时间一个一个去问 那相簿这是一件事情 那当然现在还有更有趣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支付也是一种 现在的支付有些是可以拆账单的 小伯母有用过吗 没有耶 我们都是在数领钱的 地端人类 ok 你还在地端啊 不是地啊 我是地 你们还在地端 通常我们说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地端的用户 就是他还没有上 他还没有什么 上云 还没有天上飞 真的 对啊还不在天上飞 你知道吗 所以 我们会说这样的用户 其实还有很多带开发的空间 那在这个 刚刚讲到的这个照片也好 还有这个支付也好 其实支付他可以做拆账这件事情 其实是 接下来的趋势 假设我们今天一群人 我们去餐厅吃饭 那接下来要做 这个这个算钱 其实最麻烦的嘛 对不对 那今天 那如果说今天他可以直接比如说 就直接 我们就要结单了 结单完之后这样 自动发一个QR code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讲 各自付各自的这个 就是AA制 你知道吗 OK A3很方便的感觉 对对 你不要慢慢算嘛 对不对 他连那个福布费也帮你算好了 每个人分几成这样 对啊 重点还是你吃什么你都知道 对 他点完菜 你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要吃什么 没错 对啊 你吃的玉米笋都会上到我身上 对对对 吃了一个猪排 你点了一个猪排饮料 结果也升到别人身上去 对对对 这个是常有的事情 可是当今天 透过云端议算的时候 他可以帮助你做好这件事情 OK 那当然反制也有 比如说你去餐厅 你可以直接order 那个餐厅的食物 OK 我可以扫QR code 我就直接点那个餐点 这也是有的 然后专心现在好像就有了 不过它 它是QR code菜单 人工点 OK 对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SARS服务 对 那所以我们刚刚去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什么是SARS 什么是PASS 什么是ICE 这三种区别 OK 那这样我们看到说 云端可以服务哪些 应该说服务在哪些的场域 或者是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说 那云端到底是怎么样的技术 云端吗 对云端到底是怎么运作 像是说 呃我 我记得好像 那个谁 谷歌的 创办人还是怎么懂 市长他曾经有说过说 云端其实就是一个 把资料丢到云上面 就是把资料上传到 伺服器端的一个过程 的一个技术而已 所以他把它说得这么简单 那事实上有这么简单吗 你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 直觉一点 就是你把东西丢到云的上面 可是云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对于一名工程师 或对于有资讯背景的人 其实他就知道说 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伺服器 对 就是伺服器 那伺服器你只是把它抽象化成 就是说我们说它是一个cloud 而且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所以从资料 从伺服器变成的 它是一座资料中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其实这个是什么 是一种落地云 它其实不是真的天上那个云 是它是落在地面上 就是它是重到掉下来的那种 那个砸下来应该是蛮痛的 对 它不是真的就是 它只是一种类比 那个机房啊 你有看过那个照片吗 像我今天看那个亚马逊的机房 你知道它在储存资料的那个镜房 那个照片是超可怕的 就是那整排都是机器 然后人在里面走很像在 很像在外太空走一样 嗯 你怎么那么没有feel呢 哦因为我已经看过了 哦你已经看过了 哦你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 对你可以想象它是在房间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冷冰冰的一个房间啊 对对对对你说它是一个冰插管的话 我大概也信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它放了很多的那个你知道 伺服器 对就一个一个放进去 会发亮 对它不一样的样子 它会发亮 感觉很像在飞船上 没错 对对对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 因为这种这个这个状况 它就是不同的机房 它不同的机器它正在这样跑 那这件事情还会牵扯到所谓云端分割技术 就是你怎么样把不同的伺服器去 去做出不同的虚拟环境 嗯 虚拟环境 其实我还知道什么是虚拟环境 嗯 有听过 可是没有非常了解 虚拟环境 其实就是什么 就像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 但是其实使用电脑 你可以想象像我们现在的电脑 对不对 我们现在当然是运作了很多的东西啊 嗯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只运作了某一个 某一个OS 或是小小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到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我需要UI OK 我不需要操作 我可能只需要一些 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计算器 OK 它可以帮我算什么 它可以帮我算 比如说分帐 像我刚刚讲到分帐问题 或者说帮我算什么 帮我算还有多深 OK 可能透过一些科学的基础去论 你帮我做计算 那这样它就可以怎样 做出一个虚拟环境 去做出很多的计算机 去帮你做这个计算 所以这也是云端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也是云端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就是看说你的应用是在哪一个层级的 嗯 就我们刚刚讲那个SAS SAS啊 那些层级 对那通常都会是在IS的部分 或是PS的部分 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在 应用在 毕竟是主战场嘛 就是比较底层的战场 没有错 OK 那我们在提云端的时候 免不了要提的就是 公用云 公有云 跟私有云 这两个概念 那公有这些东西就是 你像厂商 会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嘛 那私有云呢 他自己建吗 对 自己 自己 那叫什么 起那个物理作用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各种的解压说 对 再释放 呃 就是私有云 私有云他的确是自己建没有错 但他不是说你真的一个人去建这件事情 一个公司建 对对对 他主要是可能是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组织 一个企业用户 他们去做的 OK 那我们所谓公有云呢 他可能就是什么 完全是一个开源的 OK 像我们之前其实也在 在我们前一个 前阵子录的音频里面 有录到就是所谓的开源这件事情 对开源 对对对 在我们Github那一集 没错没错 OK 所以公有云跟私有云 其实还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公有云他主要是服务一般大众 然后并且他讲他是开放的 OK 那如果私有云的话 他可能是比较企业纪用户 比如说像是Microsoft 或是HP 或者是说其他大众Sony 他们可能自己有自己的企业私有云 那他是没有办法开放外联的 他可能自己的内部服务在做使用 所以这样是可以保有他的隐私跟控制权 对对对对 你可以想像就是如果他员工啊 他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就是带着走 其实这会有 这会有就是所谓的隐私问题 蛮危险的 对啊 因为你不知道说你的员工 会不会窃取你的就是这个公司的机密 OK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很多很多企业都要签NDA OK 也就是你今天就是要保密 就保密条款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基本的 就是说你参与到一间公司 或者其他一个组织 OK 其实你基本上都会签这样的一个保密协议 他其实最主要包含到企业籍用户 他会非常严格回放 像小朋友听过就是说 你包含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全部都要用公司的 嗯 我总觉得好好 哈哈哈 OKOK 你总觉得好好的对 就是就是他的状况就是说 你所有的设备你都必须用公司的设备 那这个设备呢 OK你也只能连公司的网路 OK OK 就是说他甚至怎样 甚至是你不能上YouTube 你不能上Facebook 哇 仿佛活在国小 有没有 那个你到电脑教室里面 他那个所有东西都被老师控制好 你也不用想要就是上除了在教学之外的网站 OK 没有错 其实小白你可以想象这情景 其实所谓的企业云 私有云其实就类似像这样 就看他的防护层级到哪个程度 因为现在资源其实是 全民的一个一个一个都在探究议题 那根本不用说企业了 企业会非常重视这一块 OK如果他不是开源 不是走上开源体系的话 他走上私有体系 我跟你讲你进入Sony 或者是进入Agile 或者是进入那个Microsoft 这种大公司 他会锁你的IP 他会锁你可以去浏览的网站 就像是一个防火墙一样 OK就像川普 我不要让别人入境 就盖了一个墙 OK 盖了一个墙 然后结果就下台了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我们 对对 重点是什么 比喻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其实盖墙这件事情就是抵御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封闭的环境去做 对了解 这是私有云的概念 对对对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混合云 混合云认识其实也是很理属当然 因为企业用户有些部分 他可能在做的是开源状案 有些部分他可能做的是私有状案 你总不可能说 今天随便所有人都可以到你家吧 这也很奇怪 可是亲朋好友你可以来啊 对 这是有区分性的 对对对 所以所以不要去害怕这件事情的发生 本来就是有所谓的有隐私跟 就是公开的部分嘛 对就是看权限的取舍 OK 对对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标题是下什么 边缘人吗 我还是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边缘人的信念 因为边缘运算啊 哦原来是这样 对 那我们就会想说那边缘运算跟云端运算 云端运算的差别在哪里 OK 对对对不起我的发音 嗯对 呃在哪里 小白 这个区别是什么 区别在哪里哦 因为对我来说 边缘运算就是 非常边缘的一个角色 那他会很及时 然后说你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产生了一个data 呃 一个data 那我们这个data 不用传到说云上面 因为云就是一个 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非常大型的一个资料库 或者是一个 一个资料中心嘛 我们我们不需要把每一笔资料都 传到那边去 那我们可以非常及时的在我们 就是离资料比较近的地方 就先把它处理掉 或把它进行简单的运算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东西 就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那个杀鸡沿用牛刀的概念 对所以边缘运算就是让说 我们呃 资料可以即时的反应 然后即时的去得到一个回馈 然后分析这样 对对然后相对于边缘运算 就是运端运算 运端运算它是 呃我们我们又会称为 又会称它为集中式的运算 对吧 集中式 对集中式的运算 哪一个 就是运端运算呢 呃 ok 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对因为呃 如果你以边缘来看的话 的确是集中式的啦 嗯 对因为边缘其实它指的 其实是说 在终端上面做的运算 所以终端就是像是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聊过IoT这个案例 IoT它有一些sensor 它有一些感测器 其实它是不具备什么 它不具备就是这个储存的 的这个大容量 或者是说运算的 的这个多 这个什么 多核心 它可能是 是这个 运算支援有限的情况下去做 一些收集 ok 比如说像灯光啦 或者是说 你可能比如说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显示器 嗯 ok 那或是车用的 那个 车用的那个 记录器 行车记录器 它可能都是帮你做收集 ok 然后但是它不会帮 它它能做有限 它不可能让你就是 什么浏览网页 或听歌 那很奇怪 对对 它只能做收集 所以它在但是 可以做到边缘运算 就是说我们尝试在这些 小的机器上面 这样去做到一些 小的处理 而且这个处理会帮助我们 这样很好地去做 有分析啊 或是取用啊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车用行车记录器好了 你平常没发生事情的时候 那些拍摄都有用吗 没有用啊 对吧 没有用吧 但现在行车记录器 有些很聪明哦 它会帮你这样 自动帮你接就是 每天这样 它会记录完之后 对 然后会帮你删掉 自动帮你删掉 对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这样说一个月之后 确定没问题 它就帮你删掉 类似像这样 那现在其实很快的 就是它可能 可能记录一周 它就帮你删掉了 对对对非常快 甚至可以设定成一天 就把你删掉了 因为其实有些容量 没那么高啦 因为行车记录器它就那样嘛 你也不会想说 我要再买个大容量进去 扩充 对对对对 因为你就没有发生意外啊 对 今天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放进去 就可以放进去 那它会帮你自动侦测 就是这件事情 有没有发生意外 或者说平常的画面 有没有跟其他画面有这样 产生比较大的差异 了解 像是我有看到说 像Tesla 或者是 反正就是在做那个自驾车的 他们也是会用到云端 不是云端 也是会用到 边缘运算这个技术 像说如果 如果 就是他们在 道路判断的时候 然后是一个红灯 然后你还要传到那个 资料中心去 那这还得了哦 然后撞下去了 对啊 这个就很危险 所以边缘运算 它其实在这中端上面 就已经帮你做些预处理 对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所以回到云端运算 做集中式的话 当然它可以帮你处理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集中管理还是有一个好处的 对 各有各的优点 所以 像是说 有些企业就会 才行mix 一样是 对 就是 集结他们的优点 像是说 边缘运算的低延迟啊 或者是减少吃网路那些频宽啊 等等等等的优点 那 如果是云端运算有哪些优点 云端运算吗 对 云端运算 它可以同步嘛 对 同步连线 还有 如果 如果你是 像是 如果你是使用公用云的话呢 它就会 其实就蛮省成本的 就蛮省你去管理这个资料去维护 维护 机器设备的成本 对吧 没错 因为大量嘛 嗯 没错 就是 大量 规模经济 对 规模经济 那盖一个大的 没错没错没错 OK 那 小白需要那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 最后就是边缘 边缘运算跟 跟所谓的云端运算 这两个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那个 功 这个应用上面都是 蛮广泛的 OK 那下面我们也会再提供一些大家 大家可以去取用这些资料 然后再来 呃 区别一下 这之间的差别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题目 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的下方哦 跟我们做分享 对 没错 如果有什么好消息 譬如说 谁谁谁要来台湾设厂了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哦 哦 这最近会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厂来吗 好问题 Google 好像都来了耶 都来了 该来的都来了 该来的都来了 OK 不该来的他还是会来 没错 OK所以请大家 乐于期待 好不好 真的 stay team 而且 我们要 我们要跟你们讲是说 白颗图鉴是永远都会来的 没有问题 OK 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 追踪我们的频道 五星评价 没错 OK 我们的知识 跟我们的科技呢 都是来自于你们的渴望 没错 天哪 slogan下起来 没问题 slogan下起来 好那各位小小白们 那如果有任何的想要再聊到的 想要再听的 欢迎跟我们说 拜拜 拜拜